好,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一些那个应用题 他说三角形ABC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他说AB是13,所以这边是13 BC是5,这边是5 然后他现在说area of shaded region是48 OK,然后他叫你找AD的长度 OK,他没有给到area of shaded region,应该是在这边 so我这一个ABC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所以我的AC是短的 所以我的AC的会是等于13-5 我拿到的是12 所以这边是12之后呢 然后他告诉我他的area是48 然后我这边假设有一个h 然后将我的那个直角三角形的那个二分之一乘以12 然后再乘以h,会是等于48 所以我这边就有6h等于48 所以h等于48除以6 然后这边会拿到8 然后因为他是一个等要三角形 然后我这样垂直下来的时候会平分 所以这边是6,这边也是6 然后这一个h我刚刚找到的是8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一个给他一个名字叫做m的话 我的amd ok 这个会是8,这边是6 然后我的ad的长度我就可以找到的 我的ad是长的地方 所以我的ad等于square of 6 square加8 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10 所以答案是10 ok 然后旁边的这一题呢 他就说area of square pqrs169 so它是一个square 所以它四边都一样长 169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是13的square ok 所以它是13乘以13 ok 所以我们要背一个area 没有我们背square 就是在这边就很好用 如果你不去背的情况之下 你要是你想 我的长是x 我的宽是x 所以我的x乘x等于169 所以我的x2等于169 所以我的x2是等于square of 169 然后你再去计算机按一下 然后你拿到x等于13 可是对于我们有背的人 我知道169是13sq 然后我就知道他变长是13 那就很快了 所以这边是13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叫你找tp的长度 你看我这一边的tp 它其实是短的 为什么我知道它是短的呢 你就心里想 诶 这样重新把它画过一下tps 我给你拿你的那个布子 自己移一下作业部移 移一下 然后你就看得出 它是一个指甲生效性 然后我的tp是短的 为什么呢 就是对面那条是长的 所以我的tp会是多少 我的tp会是等于square of 13square-5square 然后拿到答案是12 ok